民进党下来 现场大约80位民众 净座抗议向政府发出怒吼 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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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建议我动 也建议我动 表达对政府不满 除了声援中天 希望在12月25号 开放莱猪行政命令 自动生效前 政府能听到人民声声 你没有在照顾台湾人民 所以说我们人民的路火 就好像我手上这种 像你会一样 只要太阳一声出来 阳光一照射出来 我们就需要走上街头去抗议 我们要走上凯道 像你蔡英文政府说 人民生气了 因为江湖就台湾的老百姓一样 他有这个大地不被污染的权力 他有不食毒猪肉的权力 他有要自由活下去的权力 前立委省智慧也到现场参加 这场反莱猪绝食抗议活动 民众也在服装上下功夫 反莱猪的道具 我帽子戴的是黑色的莱猪 所以一个反 这是反莱猪 那我身上穿的就是 莱猪有毒 人民不服 用这个血音来表达 对政府进口莱猪的一个抗议 一身黑色风衣 头上还戴着猪帽子 来自台南的民众 扮演反莱猪侠客 在立法院大门口 静坐一星期 绝食抗议 看板上有通过莱猪的 民进党立委名字 更用蔡英文苏贞昌 陈吉仲名字 坐对联 创业十足吸眼球 地方政府与业者也自救 以台北市为例 食品安全自治条例明确规范 十九大通路 四大超商跟三大超市等 要设不含莱猪专区 另外像好市多 加勒福更说不会进口莱猪 从静坐绝食到业者自救 种种民间自发活动 反对莱猪 蔡政府看到了吗 记者正人宗陈莲安 台北采访报道